下產業鏈的後端議題正式開始 現在就將時間交給本廠次的主持人 氣象產業協會 曾弘揚理事長 以及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彭啓明總經理 各位早安 我想今天我們坐在這裡 代表了我們都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欲望 這個欲望就是我們希望真的看得到 台灣的氣象產業 真能夠在台灣的生根 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早上的演講裡面 氣象產業其實在主要的這一些先進國家 實際上來講發展都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大概會不禁再問 為什麼台灣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生根 即使我們從2002年這個氣象白皮書裡面 就已經明定了要發展氣象產業 那這裡面很顯然的一定我們出現了某一些的障礙 那這些的障礙呢 的確是我們過去發展歷程裡面我們所面對的困難 可是今天時空環境的一個改變 我們是不是把過去的這一段的一個阻礙呢 能夠提出來 然後呢 作為策立我們發展過程裡面呢 它的一個動力 更期待的是我們未來該如何的做 在2000年之前 所有的科學界大概有一個主要的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就是過去在20世紀裡面呢 非常重要就科學的發展是非常的快速 而且有很好的成果 可是它有一個需要去修正的地方 就是科學的成果能不能夠落實在一般的民間 或者民生的這個生活領域 今天我們的氣象的一個產業能不能夠發展 也在關鍵的關係著我們能不能夠把台灣 這麼優秀這麼優良的氣象的產品 或者氣象的技術真正的結合現代的科技 然後透過跟民間這種產業的活力跟創新能力 然後跟學界跟官方一起合作 能夠讓我們的這個所有的企業能夠在面對風險 或者我們的社會在面對安全的考量之下 都能夠獲得到一個最好的一個保護 或者更好的一個生活品質跟社會安全的一個提升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那今天各位在這裡 那由我跟彭總經理來擔任這樣的一個服務的工作 那希望各位能夠把你們的想法 我們一起把它提出來 希望能夠透過今天的會議 我們能夠對未來氣象產業發展的方向或者策略 我們能夠做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建議 也作為我們未來願景的一個來規劃 我想在這個地方 我也在此歡迎各位 也謝謝各位今天的一個參與 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為氣象產業真正在台灣 也為台灣這塊的土地提供企業界應該有的一個社會責任 謝謝 接下來我們把麥克風接給彭總 好 謝謝 謝謝曾老師 其實我今天這個會議論壇 因為我大概兩個禮拜前知道我被受邀 一起來主持 但是我知道50分鐘談不出什麼東西 現在是10點03分我們11點50分要結束 所以我們那麼多人要這邊談很困難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曾老師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先用視訊方式 網路方式收集大家的各種意見 所以我們透過很多的平台來處理 所以這邊有兩個一個是slido 大會雖然有提供slido 但是我剛剛有登去看沒有一個人留言 那我們這邊留蠻多的 已經大概有十多天了 這個會留到明天 所以各位如果待會不方便舉手發言 你可以在上面留 那右邊呢是我們到今天早上 把這個slido的結果整理成一個總結建議 一個是一個google share的document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出來 各位可以稍微掃一下 各位可以掃一下 所以今天呢我進行的方式 大致上就是徵詢大家的意見 我們沒有做過任何的 不用做任何的表決 雖然大家可能有對一個事情的看法 有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就是把它記下來 讓大會去做一個未來有工作小組 再去做一個討論 這個是今天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我待會呢會花15分鐘時間 把這整個目前經過這個收集的意見的結果 跟大家報告 那這樣的方式呢 OK他拍完了齁 那我就進行下一頁了齁 這個方式呢其實我們經歷了非常多次 我們最早呢是在張善政當這個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我們都有去到行政院談這些開放資料 從開放資料的角色來看 我們會從這個共筆的方式 一起來share 那共筆的方式呢就可以減少說 有時候這個教授講的話 旁邊助理教授就不敢講話 避免這種官僚的事的主義 所以寡斷齁 希望可以參與多人的意見 所以我們過去呢 不管是吳正中現在的部長 或是整個我們都有進行這樣的方式過 甚至最近的那個開放國會 或行政院的這個OGP 其實我們都是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所以也讓各位可以說明一下我們進行的方式 目前呢這個我們經過兩個禮拜 很多的方式去宣傳 我們自己甚至我同事幫我做了圖卡去宣傳 所以現在呢這次大概已經有200多個人進去裡面瀏覽 這200多個都是對這個有興趣的 然後不過呢這33個留言 今天早上又多了兩個變35個 然後呢有53個有去點讚或是有留言等等的互動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14個這個結論 這個待會會再會議報告 所以待會呢各位可能就15、16、17 如果可以再提出來的話都可以非常歡迎 那我接下來呢一個一個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是大家都普遍認為 這個氣象產業發展對台灣社會是一件好的事情 這有兩個匿名 還有一個氣象從業人員說 應該要有三個匿名 不過這其實有提到一些觀念 例如說這個產業發展 跟這個氣象局本身做的關係 現在的確是高度重疊 高度重疊該怎麼辦 這個有很多人都提到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位台北的從業人員 這個他提出了說 其實如果這個民間產業可以做出生意 也是一樣在繳稅啊 也是氣象局也是用我們納稅一文的錢啊 所以我們必須要厚持民間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是公私協力在這邊提到的很多的內容 所以這個第一個呢是大家都共識 很多人都提到說氣象產業的發展 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那第二個呢就是有人提到說 氣象產業界的人能夠進入氣象局 當時我就問了曾老師這可能嗎 目前蠻可能蠻難的 因為各位知道都要高普考 不過其實我剛剛很像部長說 是不是用一些方式 禁用多一點產業的人在進來 甚至有一些流動 這個都可以考慮 能夠引進產業的人 當然這個交流是必須的 那第三個呢 有人提到這個是陳大林子平教授 因為他跟德國的氣象局有密切的合作 那他前一陣子 德國的氣象局的官員也來過台灣 我們可以一起開國會 他就問了說 德國現在就把Face Warning 警報的氣象資訊還有服務 都改由民間產業來進行了 德國已經這樣在做 他是舉出這個案例 事實上今天這個早上陳泰然老師講到的 也是一樣 韓國日本都有類似的這樣一個做法 所以呢 把非屬警報的氣象資訊 及服務 改由民間產業來進行 這個可能是一個 我們可以進行的一個方式 這是第三個意見 那第四個意見呢 氣象法的天氣預測限制 應該要檢討調整 符合產業發展的需求 這個呢其實好多人有三位 Ken Mark還有匿名的提出來 就是說這個 預報證照到底要做什麼用 很多人問到 預報證照要做什麼用 其實這個我就不太不談 不討論細節 但是其實的確這個過去 我們自己 親身都面對這樣的問題 都非常的嚴重 甚至呢有時候都會 吵架的情況會發生 到底怎麼樣 到底怎麼樣 或是說被檢舉等等的情況發生 很可笑的情況都會出現 所以這個呢到底要怎麼去做 氣象法的修正 應該是對於預報服務 特別是預報證照的服務 應該要調整 那第五個呢 氣象局應該成立產業發展科 這個是李志航所提出的 今天早上部長 林佳龍部長也特別提到說 也可以考慮氣象局 在組織調整之下 有一個產業發展科 現在感覺都是在管我們的 所以但是未來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所有的趨勢 其實日本氣象廳也有一個 氣象產業發展的推動科 也都有這樣的組織 那第六個呢 就是大氣勢 我猜是大學生 這個氣象局做太多了 與民爭利建議可以 跟民間討論哪一些服務 可以讓民間進行 所以這邊呢我是覺得 是要有一個溝通平臺 因為我們之前呢 跟氣象局也溝通很多次 這個呢已經民間做了 你為什麼會在做 他就上面長官交代 長官交代長官交代 可是哪個長官又說不出來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未來 在工作小組裡面 可以討論的 如何進行更好的分工 那第七個呢 就是氣象局的資料的政策 應該重新討論 因為第一個 是現在的歸位法 真的非常貴 我可以大膽的說 我在過去我的臉書都說過 我們的氣象局的資料 是全世界氣象單位最貴的資料 最貴的資料 特別是如果你要買 雷達的原始資料的話 或是模式的資料的話 都非常的貴 像日本 韓國大概只要付 一年不到一百多萬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原始資料 我們是非常用規費法 二十多年前的規費法來定義 所以那另外一個呢 雖然說現在有開放資料 但是我們是開放資料使用者 其實我們覺得開放資料 沒有辦法做商業化 因為它不見得那麼及時 而且它的有時候錯誤的時候 上下班的時間點 我們也遇到找不到人 所以這個對商業服務來說的話 沒辦法用開放資料來做 所以這個其實有包含了審治權 還有計劃 都有提到這樣的內容 詳細內容各位可以看裡面的附註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有1 2 3 三位網友 四位網友提到了 為什麼要叫氣候聯盟成立的必要性 氣象產業就是氣象產業 氣候聯盟就氣候聯盟 當然剛剛政局長有提到那個 一個是官方的角度 一個是產業的角度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 如果從產業的看的話 氣候服務是政府氣象局的角度來做 就民間產業來看的話 應該就叫氣象 所以剛剛呢包含陳泰然 林佳龍部長 一下子講氣候聯盟 氣象聯盟 都混來混去 所以這個表示說 這個證明呢 有四位網友說 這個的確是可以再討論的 因為過去我沒有參與說 氣候服務聯盟的成立與否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要討論的 然後第九個呢 是災防氣象的客製化 這位是一位災防辦的人員 這個應該是有些縣市的消防局的人員 因為他們平常都很關注氣象 他們有時候抱怨 資訊的發布不夠客製化 例如說什麼時候會降雨 降雨在哪裡 降雨量會多少 現在各個縣市 大概都有一些生耕團隊 或是說有一些委託氣象單位的協力團隊 但是都不是很多 但是都不是很多 所以這個呢 可以真的還可以再提升的空間 雖然說NCDR做了很多 但是這個使用者的教育 或是整個需求都可以再改變 那第十個呢 是縣市政府的氣象服務需改進 提升大氣系同學的福利 並不公平平的競爭 我猜是有些人幫那個 有些同學幫這個氣象局 不是幫縣市政府做那個深耕計劃 因為深耕計劃蠻 有些對於這個學校來說的話 都是助理在做或學生兼任在做 所以那個福利或是各方面其實壓力非常大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可以再調整的這個必要 那第十一個呢 氣象局的氣象預報員不該當氣象主播 不過這個就是很兩難 因為剛剛林部長也說了 這個他們把公路 高速公路塞不塞車 跟氣象局的氣象主播合在一起 來播報公路氣象這個也不錯 所以有時候呢 在媒體化的行銷時代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呢 其實到底怎麼樣做一個平衡 但是就我所知 我們有時候我自己有參與一個 全球氣象主播的聯盟 沒有一個是官方的 的確是這樣 沒有一個是從官方氣象局來的 那第十二個呢 國外的APP都是民間在做 政府少有做APP 應該多給民間機會 因為氣象局的APP 做的實在太好了 民間如果沒有辦法拿到 比氣象局更快更多的資料 更即時的資料很難生存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應該可以去思考的 因為APP很多都是民間在做 很少政府會發包來做的 這是國外的案例 那第十三個呢 氣象產學合作的機制與講助 這個是文化大學王佳琦教授說的 他其實他也覺得 他特別在前一陣子 也跑到我們辦公室來問說 學生畢業 他們都會轉業 他應該跟民間產業連結在一起 可是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落差還蠻大的 所以他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產學合作計畫 直接給這個產學類的 氣象類的產學合作會更好 這個科技部有啦 科技部以前 我們以前要做一個氣象頻道的時候 有跟文化大學合作 做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是產學 產業界要拿錢出來 科技部在拿錢出來 有在做這個機制 不過這個其實要做 大家都要有這種熱情來做 這個有時候 這個我們不見得有這個環境 那另外有一位是 這個Hern Chan說 他說其實是 學校教職人員進入產業的難度 他特別是講到中等學校 我們大學是比較可以兼職 一般的中小學 恐怕要出來做做氣象產業的話 恐怕目前來看的話 是受教育部管轄 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產學合作的機制 未來可以編列經費 鼓勵產學的合作 因為這個現在的學用落差蠻大的 第14個就是 氣象局應該買資料的方式來進行 和民間業者合作 部件儀器監測 才能創造實質產業的機會 這個應該是 昨天應該有人跟我一起參加 那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我們政府有一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有一個民生公共物聯網計畫 裡面大概有五個人 提出這樣的看法 就是說很多的政府單位 會布很多sensor 可是布了之後呢 那個比較便宜一點點 但是雖然布了很多 但是其實要維護很困難 那恐怕就沒有 隔幾年就沒這個錢了 所以其實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跟民間買這個資料來 用這個方式來進行 而不是用標案 去建置這個策戰方式來進行 所以在昨天 這個觀念很多人提到 我猜是昨天有人看了之後 順便我來丟過這個題目 所以建議氣象局有時候 例如說策戰的方式可以 現在都是用這個儀器商去 比價標案的方式 未來可以用買資料 這個在美國 NOVA很像都有這樣的這個方式在進行 這以上是我們提供的網路上 各位的14個問題 那這個14個問題的話 我們就擺在這個地方 那各位呢 可以從這個問題裡面再往上加 加上去 有任何問題我們就可以再提出來 那我們今天也不用共識決 也不用表決你同意同不同意 因為這是一個論壇 提供建議而已 並不是馬上的決策權 所以我們就讓大家能夠來說一些 然後如果我可以會整的話 我就待會把它加到裡面去 那當然這個裡面 我當然也有我的意見 不過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表達我個人的意見 在這個裡面 我希望未來有機會 我可以再跟大家報告 所以這次的會議裡面 沒有我個人的意見在裡面 就是讓網友大家的提供 以上是我的報告 好 謝謝 按照廣告的術語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 來 那接著我想更重要的實際上來講 是在場各位所有的意見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所有的意見都匯整進來 然後做為我們以後不管是工作小組 或將來在策略的擬定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尤其是你已經本身已經是一個企業的經營者 那麼你在整個面對的難題是什麼 我想這個更重要 或者你覺得未來如果有什麼樣的一個環境的條件的配合 將會使你的在整個企業的經營 或者你能夠提供服務的產品 服務的品質會更好 我想我們對未來的這個期待或者願景 我想可能是我們在這一次會議裡面 我們更想要看到的這個建議 好不好 來 剛剛高如平理事長 這個Trina 在那邊戴帽子那位漂亮的女士 她有提出來這個綠能 我幫你念好不好 就是偏鄉部落因為有極端氣候造成的缺電問題 我們目前只能做綠能工藝 所以你未來可以結合各方資源 協助解決電力管線末端所造成氣象 其實台灣有氣象弱勢族群 你提出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把它列入待會建議的紀錄 所以第15項 謝謝 接下來各位有沒有問題 提出建議的 林仁輝老師 請問這裡 在陳晗老師這 花的影片 記得他的 畫畫面也比較會畫 一根 就像他的孩子 我覺得 今天在如果你 那樣 讓你已經畫得很快 我們會在 看見一個 就是在哪個畫畫 這樣 這樣子 就會自己設立 不過我的 做一張 或者是 認識一個 這樣的 這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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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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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